我們繼續講 這個就是說 平均的剛剛有提到 那個Antidal CO2比較高 為什麼Antidal CO2你吐出來 是肺炮裡面的 那平均的指的是什麼 平均指的就是肺炮裡面 再加上什麼?Deadspace 那Deadspace二氧化碳沒有 我們視為是沒有 因為你空氣進來空氣出去 所以視為是沒有 所以這裡你看這個 這個與下列 平均的與下列合者成正比 它指的是差值 肺炮的二氧化碳 肺炮二氧化碳應該是比較高的 因為肺炮大概40 那平均的多少 平均就要混合了Deadspace 那這兩個的差值 如果越大代表是什麼越厲害 就是Deadspace越多 你Deadspace的體積 如果越大 所以答案選B就指 說Anatomical Deadspace的Volumn 如果越大的人 那這個的差值就會越大 因為你混合的是 混合的就是把肺炮的跟 Deadspace混在一起的 然後跟肺炮的 然後兩個的差值 當然就剩下就是Deadspace 這指的是這樣 我們其實是用這個的 什麼?用這個的差值 來做什麼?來去做 計算一個人 Deadspace的百分比是這樣算出來的 這裡就要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這裡順便讓大家 復習一下我們怎麼會知道一個人 Deadspace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們就測什麼? 我們問各位好你怎麼測肺炮的 肺炮的二氧化碳? 那就是測Antidal CO2 當然你可以說 其實我真正要測的應該是 Artery的 那個血液裡面的CO2 可是我們都知道 那個擴散 就是二氧化碳在血液裡面 跟肺炮幾乎是直接很快就擴散的 所以我們可以視為相等 可是實際上它不會一模一樣 Artery裡面的CO2還是比肺炮稍微高一點點 為什麼?這等一下又有題目 好 假設我們視為一樣 所以我 那我怎麼知道 Aviola裡面的CO2 測的就是Antidal CO2 我盡量塗塗塗到後面的話 因為我認為你這個 你這個時候測到的二氧化碳 就是我全部從肺炮出來的 所以那個會比較高 好 那我怎麼測平均CO2 就是這樣呼吸的這些 所以從嘴巴我也可以測得出來 那這兩個的差值 去減掉什麼? 去減掉我的這個 你可以減掉Antidal CO2的 或者你是用Artery的CO2也可以 這兩個都可以 這個的差值去除以Artery的CO2 或除以Antidal CO2呢 這個的比例就會是什麼? 就是Death Space佔所有呼吸的 就是說Death Space佔你整個的 Mini Ventilation的一個比例 比如說你的這個Death Space的Ventilation 那分母呢就是Mini Ventilation 這樣的一個比例 那這個比例呢 正常人大概就差不多三分之一 或百分之三十 所以是這樣來的 好 所以這裡又有下列何者 與土氣墨二氧化碳分壓最接近 我這裡剛剛很講 所以是什麼? 就是肺炮二氧化碳分壓 這裡你要說動脈 肺炮二氧化碳分壓其實也是接近 可是最接近的B比A接近 A跟B其實是有一點接近 我們可以說 就像我們這裡底下 我有列一個P Aviola CO2 usually equal to 這個P 這個Artery的CO2 正常的人應該是這樣 可是呢 動脈的還是會稍微高一點點 還是高一點點 好 所以這裡 所以土氣混合的沒有 土氣混合其實是比較低的 那靜脈血二氧化碳的一個分壓 這個就會跟血液裡面的 就實際上 這兩個的話 又是不太一樣的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 55歲男性病人 理想體重60 潮氣容積是650 呼吸每次18下 好 那這裡 這裡就要 大家就要 因為這裡有講到體重 還有講到無效腔 這裡 這裡有兩個觀念 他這裡有講的是Aviola Dead Space 這是不應該出現的 所以這是生病跑出來的 他沒有講 Anatomical Dead Space 這兩個都要算 那Anatomical Dead Space 是多少 你不知道嗎 所以我就說 變成說考試你就是 只好去記得 底下的這個 1公斤2.2去算 所以1公斤2.2 還有這個呢 50 所以這兩個都要算在一起 所以呢 就變成說650 這個Tidal Volume 650要減掉 60乘以2.2 再減掉50 這個才是真正有效的Aviola的 這個Space 換氣 有效的換氣 然後乘以18下 所以這算出來 就是8424 這答案選C 好 那再來呢 體重50公斤 這裡也是 這個是去年的 呼吸 每分鐘20下 Tidal Volume 450 好 那這裡就要問的 這什麼 解剖的這個無效槍 這裡 這裡其實 其實這裡說簡單也是簡單 因為你的什麼 解剖的無效槍 就是50 直接乘以2.2 然後20下去算 所以 所以這個Tidal Volume 450其實用不到 他不是在用 他不是問的Aviola Ventilation 問的直接就問Dead Space 所以你就是50乘以2.2 然後再乘以20 就是2200 所以答案選C 好 再來下面這題 就真的比較複雜 這題 這題 這題我把這個影片 各位可以一邊先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題就帶來給各位一個觀念 這個圖跟上面那個圖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上面那裡也有一個圖有沒有 這個題目這兩個圖都沒有 這題我覺得這題真的很難 因為我那邊算了老半錢 我也算不出剛好他的這個答案 2266這個答案 2268的這個答案 他這指的是什麼 他指的就是說 因為這個人顯然有些地方是有問題的 我說這個有生病 不是題目有問題 是這個人的肺部有問題 你看 他的這個 你會發現有沒有 他的這個 Antidal CO2是30 然後PA CO2是50 這個兩個差很多 正常的時候 Antidal CO2跟PA CO2不會差那麼多 正常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這個差距是來自於什麼 我可以說 這個差距就是來自於 Aviola dead space的問題 就是生病出的問題 所以就是這個圖有沒有 這個圖 咖啡色的Aviola dead space那塊 那這個圖跟右上角的那個圖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右上角 就是右上角的那個圖 我們視為就是說這個人是正常的 所以他的 dead space 主要來自於 Aviola dead space 所以上面的那個 上面的那個 那個 這個所謂的 Antidal CO2 跟Artery的這個CO2 是很接近的 這裡呢 這裡會有一個 這塊咖啡色 就是Aviola dead space 那由此 產生什麼 Antidal CO2 這裡Antidal CO2 是30 跟Artery的CO2是50 有這個差距 實際上是來自於他的 Aviola的 dead space來的 好那你說這個要怎麼算 我也只能這樣說 因為呢我們這題 我只能去推估 我只能說 因為我們並不知道這個人的 Aviola dead space 我只知道他的Tidal volume 600 所以一個我就是用150 我們一般用150 或者呢一般用200 也可以用1 3分之1 因為他 他也不是說Tidal volume 是500 也許這個人體型比較大 所以用這樣去算 那這兩個算出來呢 乘以10的話 是他的這什麼 Aviola的 在沒有Aviola dead space的情況下 的這個Aviola Ventilation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我們只能去 等於說我先算出 我先算出這一塊 我先算出右邊的這一塊 我先算出右邊的這一塊 我的視為他沒有Aviola的 dead space的時候 那可是呢 他這裡又有一個Aviola的 dead space 所以呢 那這個是圖利 這個這個的比例 不是那個30比50的關係 我只能說 就這個人來講的這個Aviola dead space 的比例很高 所以他的這個 entitle CO2是30 artery的CO2是50 所以最底下的公式 乘以50分之30 是這樣子來的 那這樣算出來呢 大概就是2400跟2700 那你說這四個答案都沒有啊 所以我只能說 挑一個比較接近的啦 這題坦白說 我並不是很清楚 他最後是怎麼算出來 因為這個 這個 不過我確定答案是第一 沒有錯啦 我查了好幾次也沒有說有丁正 而且四個看起來 這個最接近啦 我們只能這樣去看 因為我並沒有特別看到 有誰網路上面或找來找去 有沒有找到怎麼樣去解題 不過按照這樣來看 我們這裡唯一可以說就是說 他有問題的地方是在於 他的這個 artery的是50 entitle CO2是30 這個顯然一定有 Aviola dead space 就是這個人一定有生病 才會導致他的這個 entitle CO2比較低 是這樣 我們只能可以 我們只能這麼說這樣子 然後再來 腹部 那這一題 這一題 這一題我也覺得 有一點奇怪的是 他的這一題 呼吸功能的核者錯誤 這個 artery的CO2 好 這這麼說好了 腹部 臭傷大量失血 指的就是low cardiac output 那我們可以說 他類似一個relative 是一個 dead space 所以呢 這個 relative的一個 dead space 所以你的這個 這個 Aviola的下降 這個合理 這個排不出去 沒有 沒有足夠 就是說 然後呢 這個通氣灌流值下降 這個也合理 因為你是灌流下降 那 entitle CO2 也下降 這也合理 因為A跟D是一樣的 可是B的這個 他這個下降 我就覺得怪怪的 所以這一題 這一題 也查來查去 我也沒有查到他有 當年也沒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比如說 B跟C兩個都是錯誤 這個Artery的吸收度下降 這個我是覺得怪怪的 這個理論上 如果他是relative 是一個不應該出現的 是一個 dead space 的時候 因為他Artery的 這實際上是排不出來 所以Artery這個吸收度下降的話 這個覺得會比較有問題 這個我會覺得怪怪的 所以這一題我也是 我個人是存疑 如果各位同學有找到哪邊 有更好的解釋 其實其實就可以幫忙提供一下 因為這個畢竟有考出來的題目 還是要這樣討論一下 好 還是同學 現在有沒有 現場有人想到什麼 應該怎麼解釋 因為他這個 我也是覺得怪怪的 因為他是一個relative 就是一個 dead space 他沒有足夠的灌流 去把這個排出來 所以Artery的這些 實際上沒有辦法排出來 這樣下降覺得怪怪的 這個 好 好 我們繼續討論下去 這一題 這個去年考的 這個 這題就真的有一點點 我以前都說 不用去背那個0.863 可是這一題好像要背這個0.863 這沒辦法 好像要背的東西真的越來越多 因為 因為他沒有給任何的線索 剩下的不然你就要用拆的 你真的要用拆的 因為我們只能說 你看 dead space是100 然後這是 太多波人600 然後這100 然後呢 10下 好 那這裡呢 二氧化碳產生量 這個講到二氧化碳產生量 你就要去想到 二氧化碳產生量的公式用的是什麼 因為這個 V.CO2 乘以0.863 這個 那這個二氧化碳的分壓約是多少 所以這裡 這裡要去怎麼去算 我們 先去看這個 這個 右邊的那個 那個公式 就是 肺炮的二氧化碳 肺炮內的二氧化碳 右邊那個公式 你自己左右都可以四尾一樣 那 Artery跟這個 四尾一樣 那肺炮的話呢 就是什麼 Aviola Ventilation 分支 這個V.CO2 用200乘以0.863 所以那200乘以0.863 是除以 底下 是Aviola Ventilation 那Aviola Ventilation 是怎麼來的 就是從 用那個600有沒有 600-100 扣掉 Day Space 就是Aviola的 然後乘以10次 10次 然後這個單位 那這個常數 0.863的話 要再 把它整個要再除以1000 才是這個常數 所以這個除以 這個1000存在只是因為這個 因為我們沒有列出單位 是這樣來的 那整個算出來 就是34.52 就是剛好跟這個B 這個答案子一樣 所以這裡 這裡就會變成是說 你要去求出 Aviola的CO2 你就要用到這個公式 裡面的0.863 這個 這個沒辦法 就只要記起來了 因為是去年 考的題目 好 那再來 這個前年的這題 二氧化碳產生量 從200增加到300 肺炮通氣量的這個圖 就是指的就是這個圖 肺炮通氣量的這個圖 肺炮體積跟這個 這個就是二氧化碳的這個 通氣量的這個圖 跟二氧化碳的關係 然後往右邊移 因為呢 這就是他的這個身體 產生二氧化碳的量增加了 所以這個曲線會往右邊移 200是一般是休息的狀況下 那300就是你可能在運動啊 可能身體有一些 比如開刀術後在復原的時候 或者是代謝速度會增加 或者其他的問題 增加你的代謝的速率的時候 那呼吸次數與潮氣溶氣 潮氣溶氣的組合最有效 這個就是什麼 速度慢一點 然後呢 呼吸的每一口大一點 這個好處就是 Anautomical day space 比例這樣下降 這個其實就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選低 那正常人的這個Title-1 核者正確 這個這個真的只要把它 必須要把它記起來 因為我們說一般人大概就是 Title-1是500 然後你如果說是六七十公斤 用500來算 那算下來它差不多就是5到7 這個你如果忘記 你大概比較好記的是一個人500 那你去除出來 差不多就是5到7左右 3到4太小了 11 12又太大了 你大概只能用這樣子去估 不過你說萬一8到10 這個很討厭 所以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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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 真的不要把它記起來 好 然後增加代謝速率 而增加通氣量 這個增加通氣量不代表 一定就是hyperventilation 它實際上是用CO2的定義來看的 所以呢 A跟B其實不知道 因為你不知道 它CO2是怎麼樣 那這個bio 這個respiration指的是什麼 那個是 那個 那個 那什麼 你的呼吸中速出了問題 所以這是比較混亂的一個呼吸 這個也不是 腦炎腦末年的時候 其實hyperpenia指的是 單一一口的比較深 它指的是這樣 那當然我們的呼吸 一開始也是提高 我們的呼吸的深度 然後之後才會提高rate 跟心臟輸出是類似的 是這樣 所以這個要選C 因為A跟B 它沒有CO2的值 你也不知道 好 好 那會因為palmary embodies 會影響 這些人影響擴散值的就是 擴散表面積變小 因為 因為 這個 因為那個堵塞的這些地方 實際上就沒有辦法擴散了 那些地方都是無效的 所以 有效的這些面積就變小了這樣 所以要選B 那這個Fixed Load指的就是 氣體擴散的一個定律 這是去年考的 所以呢 會因為下列核像因素 實際上就是把這個公式 其實這個大概 大家用直觀的也可以了解 就是擴散兩邊的壓力差 也是一個重要 差越多就擴散的越好 然後擴散的面積就是A 這個 就剛剛的那一個 然後底下的有一個 它的一個厚度 厚度越厚擴散也會越差 那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指的是什麼 比如說 總面積減小 會因為這樣 會影響 因為它指的是廢塌線 廢塌線呢 組織B會不會變後 其實沒有 它只是塌線而已 因為塌線的話 能夠擴散的面積是不見了 塌掉的這些 那壓差其實也沒有 沒有什麼變動 那擴散常數 常數應該是理論上不會變 那個 不然就比較常數了 那再來 這個腹部 挫傷病人大量失血的初期 好 它指的就是灌流減少 這個指的就 這個指的就好 如果要講的是 講到什麼VQ的話 指的就是 它實際上就是VQ 就是Death Space裡面的一個Low Card Output 它這裡要告訴我們的是這樣的一個觀念 然後再來 這個也是VQ的上升 上升值的就是 什麼 不是循環減少 就是通氣增加 那有可能是Death Space 那有 所以 好 所以這裡呢 合者正確 肺炮中二氧化碳分壓會下降 這個對 這個VQ上升 然後呢 肺炮中的 氧分壓會上升 也對 因為二氧化碳下降 那兩個是互相排擠的 然後直立客體一般耗發於肺底 不是喔 是肺肩 因為底下的話 反而這個VQ是倒過來的 VQ反而是下降 因為循環會增加 好 然後年齡增長 對呼吸系統的影響 這去年考的 這個 各位就把那篇 這個文章看一看好了 這裡有提到 這個人家真的有去做研究 然後就是去比對 所以前後性增加會 那這個FRC跟這個RV也會增加 這個也會 這個有可能是我們身體的那個 那個 那什麼 隨著我們的Compelance 實際上是會 這個Compelance實際上是會增加 就是好像越來越鬆弛這樣子 就像我們的那個 肺部回彈的力量會變得比較差 所以C的話 Compelance增加是對的 可是呼吸功增加就錯了 那呼吸功其實不會增加 並沒有增加 那這裡這裡有講到Deadspace的增加 Deadspace的增加 實際上是測到這樣 可是究竟是因爲什麼 你說是整個體積的增加 Deadspace 大家講的是Anatomical的這個Deadspace增加 或者說呢 底下這個無效的這些的 交換的這些變少 那其實實際上這個是 這個Paper是 這個我是從Paper上面剪下來的 他實際上是做了很多的研究 然後他們統計的所謂正常人 身上的這些生理數據 可是背後真正的原因 那實際上並沒有辦法講 並沒有講得很明確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VQ mismatch 這裡就是上中下 他的VQ mismatch 本身就不一樣 上面V比較多 下面Q比較多 那這裡就有題目 真的就是問這些你 你至少要掌握一個原則 就是Aviola、Artery跟Vain之間 壓力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圖你就要稍微了解一下 上面的話就Aviola壓力最大 那下面的話是什麼 Artery的壓力最大 Aviola最小 所以Vain的話 Vain永遠都比Artery小 這有之間的關係 所以你大概 所以上面就是Aviola、Artery跟Vain 然後中間的話呢 就是Artery、Aviola跟Vain 下面的話呢 就Artery跟Vain跟Aviola 所以你說這樣怎麼記 我跟各位講 上中下就是 那個Aviola 就是從左邊到中間到右邊 這樣比較好記 不然你記下去 你真的會亂掉 你就記那個Aviola Aviola 在上面的話一定是最大的 中間就在中間 下面的話就是最小的 簡單來叫 Artery永遠大於Vain 那這樣關係你就建立 你就記這兩個原則就可以 剩下的就是看題目怎麼回答而已 ROM123 所以這個是問的是ROM 問的是ROM2 所以ROM2的話就是Artery Artery大於Aviola大於Vain 所以答案就選C 好 啊居然又考了一題 107年考過 108年考一次 所以問的是ROM3 所以你就只好 就是把你就只好把這個關係記清楚 所以這個時候又是Artery大於Vain 大於Aviola 還好只考兩次 今天不知道會不會考 那不知道 對啊 所以你就記得 Aviola就是在左邊中間跟右邊 這個比較好記 然後這個呢 肺基底的 這個 這個也只好把這個圖記熟 至少 不過你至少 心理上的判斷就是 月下面當然就是灌流 會比較多 通氣比較少 所以這個E、2、A、B、C、D 要是我猜我當然是猜D 因為 因為相對來講 底下的話通常是倒過來的 所以大概就是0.6 這個圖上面 其實上也寫0.6 當然 然後所以這裡就是說 那肺泡的養分壓也會比較低 所以這個答案就選C 這個答案 那這裡就提到像的 我們前面有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Bronchial artery裡面的 還有呢VQ的Mismatch 上中下之間就會產生 Aviola跟Artery之間的Difference 就AADO2 然後這個 這之前都跟各位上過課了 就是說 FL2越高的時候 他的這個AADO2呢 正常人 本身就會越來越高 因為 因為這個時候是溶解在血液裡面的 的氧氣本身會變高 因為這個時候 早就超過飽和的百分之百了 所以這個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溶解的 壓力越高當然溶解越多 溶解越多的話 兩個的差距呢 大概就 兩個的差距可以高到多少 高到大概五十六十左右 所以這裡就有題目 就真的這樣問 前年的就問說 吸入存氧 FL2百分之百的時候呢 AADO2正常可以到多少 答案就說要選吸五十 可以到五十 一般的話大概在十上下 十一十二左右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就要 所以印象中就是正常的話 大概從十十一十二 那最高呢可以到五六十 大概這個範圍 好那再來就是有 我們那時候講到有三種 氧氣低的時候 現在都是 這個部分都是由 楊老師幫你們上課的 楊鋒明老師上課的 那三個類型就是 Overall Hypo Ventilation 或者是 Absoluted Shunt 就有問題的 肺炮百分之百篩住的意思 那個小直氣管完全篩住 然後再來就是篩一部分而已 就叫VQ Mismatch 所以呢完全 就是整個是Overall Hypo Ventilation 這整個就是什麼 呼吸整個都變慢了 不管是什麼原因 胸 肺外的 肺外的就是呼吸肌肉的問題 或胸腔變形 那肺內的話呢 就是所有的呼吸道都變得比較窄 所以整體換氣量都下降 它指的是整體的 那整體當然的二氧換算上去 可是AADO2實際上就沒有太大的差別 然後第二種的就是 這裡有整理一下就是說 第一個是Hypo Ventilation 第二個是Shunt 第三就是Relative的一個VQ Mismatch 那這裡 這裡1跟23的區別 最大就是根據二氧化碳 因為2跟3的二氧化碳 相對有時候都會比較低 因為你缺氧的時候 你會提高換氣量 可是第一個呢 就是換氣量不足才缺氧 第一個是換氣量不足才缺氧 所以第一個的二氧化碳會比較高 23的話 二氧化碳相對都是比較低的 23是因為有完全塞住 完全塞住有問題的肺泡 那這時候氧氣會下降 你會提高換氣量 所以二氧化碳其實會 會被塗掉的比較多 好 那重症肌乳力 就是呼吸肌肉的問題了 而這個時候是Overall的Hypo Ventilation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通氣不足 選C 然後再來這個是 好 又是VQ Mismatch 下降的敘述何則正確 對 這個 肺泡中的氧分壓會下降 對啊 這個沒錯 有問題嗎 一般一部分有問題 然後二氧化碳也會上升 這個也會 這個其實也會 然後直立個體一般耗發於肺底 這個也是 他實際上指的就是 因為肺底的話 那本來就是Rent Relation是比較多 對不起 Perfusion是比較多的 所以答案選1 2 3 好選C 好 那再來 這個的敘述何則正確 這裡 VQ高 必定高於正常值不一定 他搞不好VQ高是因為Q小 所以VQ才高 所以V的話也是倒過來 必定高於這也不一定 必定高於這個D的話 也有可能是 是VD而不是Q高 然後不影響 這個也不對 所以那D這個答案 低於正常值 這個對 這個 這個VQD就 就像我們在講的那個VQ mismatch 或者是那個 Absolute shock也算 好 那這一題 這題就稍微大家要想一下 我用那個 呼吸器的病人 這是比較高的Tidal volume 所以 圖就會從A 跑到B 那整個被撐開 那整個被撐開的時候 就會產生了一個什麼問題 第一個 肺炮縱隔的微血管主力增加 就是B這個圖有沒有 圖的話那個就 肺炮跟肺炮之間間間隔的話 那個被壓扁了 主力會增加 然後肺炮Y的這個主力反而是下降 就是那個三角形的正中央的那個 它是肺炮整個撐開 所以實際上是兩個肺炮相擁之間壓扁 可是中間的那個空間反而是跑出來了 所以那個主力是下降 這個指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圖 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答案選1跟4 所以答案選1 然後再來哪一個不是肺塌陷的原因 這個痰塞住會 會啊 敷肺根不足也會啊 沒有再換氣 其實也會啊 沒有再換氣會collapse 其實是一部分也是因為 最後那個肺部裡面也會被吸收掉 那主力增加這個 至少不會直接造成這樣的問題 不過肺部硬要去檢討是這樣 當有主力增加的時候 這個地方有主力增加的時候 那呼吸道實際上也會緊縮啦 這個身體會把 因為既然血流阻力 這指的是局部的問題 這個部分的肺炮的阻力增加有阻塞 血管有塞住的時候 那個地方的話 那個地方的什麼 那個地方的呼吸道也會緊縮 它會讓氣流會進去 會進去到比較正常的肺炮 反過來 如果那個地方的氧氣不足的時候 那個地方的血管也會收縮 把血液感到氧氣比較正常的肺炮 這個是正常的身體的調整 不過至少ABCD的話 那B的造成的這個比較不適 這是相對的比較 好 那HighVQ這個HighVQ 其實指的就是我們前面 一直在提到的這個Date Space HighVQ的觀念就是 Relative的Date Space 所以你做比較多的比例的換氣 二氧化碳居然是正常 那代表什麼 有一大堆換氣是做在Aviola Date Space Ventilation 那叫無效換氣 所以你的Mini Ventilation特別多 可是二氧化碳居然是正常 那就代表你有很多的Aviola 對不起 有很多的Date Space Ventilation 就是Aviola Dead Space 而不是Anatomical Dead Space 是這樣來的 這裡就是我剛剛講的 像你左邊的是缺氧的時候 血管會收縮 然後把血液感到比較正常的肺炮 那右邊呢 右邊是循環不好的時候 那個地方的呼吸道也會緊縮 這個時候我們希望讓空氣進去 血管比較正常的肺炮 簡單 這個身體本來就有這樣子的 身體會自動去讓你的VQ的Match比較好 這個是這樣 然後哪一個不會造成這個VQ的增加 纖維化 纖維化不會 對啊 因為酸塞 然後這個底下 1、2、3都是循環的問題 所以就會 那D的話不是 好 那再來就講到這個Aado2的觀念 這個Aado2的觀念的話 會很容易就會受到這個FIO2的影響 這個都是我們在講Shunt的這些 indicator的觀念 好 然後有關這個Aado2的敘述何者正確 OK 好 這個是 好 這個由什麼 氧的分壓是由FIO2二氧化碳分壓組織 這個對 好 那Aado2越低的時候呢 交換效益越差 沒有啊 交換效益越好 越高才叫做交換 就是交換不過去兩個差距才會增加 所以2不對 那不同的氧氣分壓下 也不會有不對 所以這是答案V跟3選B 好 然後再來動漫血的這個是這樣 好 7.3280 二氧化碳這樣 好 約為多少 這題就有點複雜 這是去年考的 這個你要先知道 這個 就是氧氣是149的 是來自於扣掉水蒸氣的149 可是149你還要扣掉什麼 二氧化碳 那這樣二氧化碳是30 那這FIO2沒有超過0.6 所以我們就用1.2去乘 所以149-30 乘以1.2等於-36等於113 那113就是肺泡的氧氣 那Artery呢是80 所以兩個相減就大概33 所以這答案就大概選32 這個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這題有稍微要去想一下 就是說這個問題就是你要去找出 Aviola裡面的氧氣是怎麼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想 喔原來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要去乘以1.2或乘以1.0 所以根據FIO2 所以這樣一路推導下來 好 那另外一個呢 Shunt indicator 就是用Artery跟這個Aviola的壁值 這個相對是一個比較Stable的 比較不受一些影響 可是臨床上很常用的是Artery 比上FIO2 這是我們過去常常在講那個 那什麼 講那個Arts的定義 是這樣來的 可是呢這裡最大的缺點就是呢 它喔 底下我有畫一個框框 就是說 萬一這個人是Overall High-Pole Ventilation 這個時候呢 你的氧氣一定會低啊 可是你FIO2正常的話 那我們乍看之下 就覺得Shunt很厲害 這個講的是Shunt嘛 可是這個呢 High-Pole Ventilation Shunt是沒有變化的 Shunt是正常的 AA-Dio2其實應該是正常的 所以這個就會有它的缺點 另外一個呢 循環也會造成我們的Shunt 可能會高估 一個呢 所以這個時候我要把 循環的因素扣掉 所以這個要用這個Shunt 的Equation 就是說呢 重點在它那個分母 簡單來講就是說 Artery的 這指的是Artery的Content 這個C capillary好的正常的那個 這個什麼CCO2的那個都是最高的啦 好那正常的我把這個最高去剪掉 這個Artery裡面的話 感覺上就是在做AA-Dio2嘛 這個公式的分子 就好像講AA-Dio2 好像就講這樣 那為什麼要分母 因為如果這個人循環不好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什麼東西會掉的更低 就是Venus的O2啦 這個CVO2 因為呢大家都知道 循環 循環變慢的時候呢 V的這個O2會怎麼 跑得慢 到了組織就被拿走了 所以到最後Venus的O2會更低 那這個因素 所以這個底下CCO2除以這個CVO2的因素 就是說如果這個人循環不好的時候呢 CVO2會比較低 那CVO2比較低的話 兩個相減的話 分母就會增加 那增加的話 就可以把因為循環不好的影響 把它讓它分母變大一點 那這個像的 不然你循環不好的時候呢 你那個CAO2也會也會低啊 那CAO2低的因素是來自於 CVO2一開始就低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希望把這個 循環的因素把它扣掉 這個只是讓大家了解 大家了解就是說這個人如果 因為我要知道的是肺部生病的嚴重度 我其實 可是這個嚴重度 你用這個AVIOLA減掉ARTERY 可是這個ARTERY如果是因為循環不好 這ARTERY會掉得更低 會掉得更低是因為心臟的問題造成的 不是因為肺部的問題造成的 所以我要把心臟的因素考慮進去 所以就會 它這個分母就會變大 如果心臟功能不好 這分母會變大 那算出來的效果呢 就又可以被校正回來 這只是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而已 講了老半天還好只考公式而已 沒有叫你算 所以你就把這個記清楚就好了 好像到目前為止 只看到這一題而已 就是 反正簡單的就是這個公式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這個答案就選B 它只是直接考公式 然後怎麼寫的而已 好 那最後這些廢功能 這題相對應該都會 大家都比較熟悉了 這題就很簡單 不過你臨床上面有經驗你才知道 就是通常會測三次 連續測三次 理論上兩次的相距應該要低於5% 才算是可信的 如果有一次差太多的話 還要再多做第四次 是這樣 這個就是有問這個題目 好 好 再來可變 variable的extrathoracic upper airway 簡單來講就是說 是variable的 所以你在 這個圖就是這樣 上面的是土氣 從左邊到右邊 土氣 然後吸氣從右邊到左邊 跑下面的 這個是吸氣 好 所以呢 合則的這樣指的就是 你看 就是實際上這個就是可變的 可變就是說 你在土氣的時候 上呼吸道會被撐開 所以上面 上面就會減減的會上來 所以呢 所以答案B的這個答案就是 用力土氣與 用力吸氣的這個比值會上升 因為上面是variable 所以上面的話還是可以很大 可是吸氣的時候呢 它就塌陷了 因為上呼吸道 一吸氣很容易就會塌陷 所以這個時候呢 所以吸氣降低 然後土氣呢 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它的比值會上升 這個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是這個variable up airway的absorption 好 與正常的相關 纖維化的病人 是怎麼樣 這個是回彈率會增加 纖維化嘛 那是confirance下降 那第一秒呢 用力的土氣F1是小的 它FVC小 F1也會小 這個大概就會很直觀 然後呢 F1跟FVC的比值 合則正確 這個 這個 阻災性的會下降 局限性的話 其實是正常或者是上升 因為它FVC明顯下降 那因為你F1V1 因為局限性長檔 是在周邊的肺部 什麼 都 都有問題 所以FVC比較小 可是呢 我們的前面的F1V1 實際上不見得會掉很多 它可能會比較掉 可是不見會掉很多 可是FVC明顯掉更多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如果是局限性的話 F1V1除FVC 有時候甚至會比正常還要高一些 所以我就是這樣 幣值來講 好 那abstructing的話 不是導致FVC下降的原因 好 對啊 這個什麼 TLC下降 那TLC其實應該是會上升 因為它的RV也會上升 OK 那AVD都是 好 那 這個 Provolent Loop 這個 EXO代表流量的 變化 EXO代表的是體積 它就是Provolent Curve 容積最低點在EXO的左方 不是 這在右方 右邊 左邊才是吸薄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吸薄 然後吐氣是這樣 這是 我畫的跟你們看的應該是點倒 你們要倒過來看 OK 好 那吸氣尖峰出現在肺活量的中段 你可以說差不多 吸氣的尖峰指的就是下面那個半圓 所以吸氣是在中段 可是吐氣的就不是在中段 吐氣的尖峰是處在肺活量的應該說是前段 是在前段 所以吐氣的尖峰在處間在肺活量的前段 所以答案是C 好 那這指的是MVV 還有這裡 這裡比較特別是說你看 自願通氣量是可以能做的一定是最大的 可是運動的時候的 運動的時候的 聚練 每分鐘最大肺泡通氣量不一定要到 不需要到MVV 為什麼 各位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需要的換氣量不用那麼多 因為你運動的時候呢 這個換氣量就夠了 除非你的心臟功能特別好 什麼叫做就是跟你的運動員 運動員心臟功能很好的時候 你才需要那麼大的換氣量 你要你做最大的運動量的時候 那時候的換氣量其實不用到MVV 那正常人大概就是什麼 大概就是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五左右 這個是因為呢 因為你的心 這只能是一般人 正常人 如果是運動員就不一樣 運動員的這個比例會比較高 因為他心臟可以輸出更多的血液 把氧氣帶到組織 所以這個時候他換氣多一點的時候 就有用了 那你平常你換氣多也沒有用 因為心臟沒有辦法輸送更多的氧氣過去 所以一般就是大概五十五到六十五 所以答案就選C 好 那這個FBG核者正確 好啦 這個很直觀 這個兩個都會下降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 好 那正常不受下列核者影響 其實就是性別年齡種族都會 所以Creative一定不會 這個都很簡單 好 核者正確 OK 這個 正常人 正常人 這個他說 COPD層下 這指的就是 small airway的時候就會表現在中間 就是 force expiratory flow的這個50%的時候 那個大部分就是small airway的問題 所以COPD病人在那個時候 flow會下降 所以指的就是這樣 或者是呢 那個氣喘的病人也會這樣 在氣喘的不是很嚴重 就是說你其他測起來F1 V1 FVC都很OK 所以就只有這個 那個地方指的就是small airway的問題 那這裡答案D的這個比較特別 大家看一下 答案是錯的 就是說P E F可以由 flow rolling loop可以看的 指的就是這個圖的最上面那個就是了 P E F指的就是那個 Peak expiratory flow 所以可不可以看出來可以啊 所以D的這個答案是對的 好 等一下D的答案是錯的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這樣 好 然後再來這個正常人是中間這一條 那B的曲線呢哪一種病人 纖維化嗎 因為纖維化你要很大的壓力 某人才改變一點點 就是肺部變得很硬的意思 這個比較直觀 好 好再來 非執行肺功能的禁忌 好啦 支氣管也不是啦 這個常常就是你順便要去看的 其他這三個都不是 這裡有 科文這個你可以看一下 他有講的開刀啦 眼睛的問題 這個都不行 好 然後再來DLCO的迅速何者正確 好 肺氣種的這個會減少 對啊 這個其實 好 那正常的肺呢 這裡就有數字喔 正常的話是21 你要去看一下 運動的時候會減少其實是增加 纖維化的時候會減少 因為擴散有問題 所以答案是D 後面都是在講DLCO 那DLCO的哪一種會下降 好 運動不會 運動其實是上升 然後成年年齡會增加 年齡增加會下降 對肺泡慢慢的會破壞掉 會老化 那貧血也會下降 因為能夠攜帶的比較少 那肺容積變大 這個是增加 那氣喘 氣喘這個東西 認為增加是為什麼 所以我這裡底下有列出來 那實際上是因為 肺部的壓力的增加 所以你要 用力吸 需要比較廢力的時候 肺部沖血增加 所以測到DLCO 有時候反而是增加的 Intrassuracy pressure的這些 Naked pressure會增加 所以血液回流增加 這個是這樣 當然氣喘這很多人在講 有的人測到是 至少有很多paper 很多研究都說 氣喘的好像會高一點 這個是這樣在看的 可是你說氣喘 可是很嚴重 肺部因為remodeling造成纖維化 那就反而又是下降了 所以這裡答案就是2跟4 選A 好 那會影響的因素何者錯誤 直立叫平糖高 不是啊 平糖會比較厲害 因為平糖的血流量會增加 這裡的觀念指的都是因為 血流量的增加 所以會這樣 當然面積越大 容積越大當然也會越高 好 那這裡 這裡我有把相關的因素 我都貼在這邊 比如說高海拔的影響 還有呢 那個什麼肥胖的影響 這些大家有空就看一看 好 然後再來 何者錯誤 這個年紀 20歲以後逐年降低 對嘛 升高層層比也對 肺蟲級也對 躺著氣質會增加 因為血流量整體的話是增加的 好 那這裡 何者 這個 氧化碳不會下降 這裡 這裡就要去看 你看喔 你看這裡 其他這三個都比較沒有問題 這個圖 你有沒有看到 decrease後面有沒有寫 Half failure有沒有 decrease的這裡有寫 左邊 左邊的 第六個寫Half failure 這裡寫的是心臟衰解是下降 可是很多題目問的是 心臟衰解是上升 那你知道到底要怎麼看 這裡的觀念是來自於 這個上升的 右邊有沒有 右邊下面有沒有 pulmonary hemorrhage有沒有 肺部出血的時候 那個出血 血液會跑到肺泡裡面去 肺泡裡面去的話 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測量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 硬氧化碳會跟這些 出血的這些的 Hemoglobin結合 所以就跑掉了 所以你會發現下降的更厲害 就會看起來DLCO的只會上升 只會上升 那所以呢 沖血 沖血性心衰解 預血性 conjunctive heart failure 指的是什麼 你這個時候 嚴重到 你肺泡都類似肺氣種 那個 不是肺氣種 嚴重到肺水腫了 甚至有一些 Hemoglobin都跑到肺泡裡面來了 這個時候就會造成DL 就是 一氧化碳的吸收會增加 它的觀念是來自於這裡 所以這裡乍看之下 好像 Half failure好像是下降 Half failure是因為 Low cardiac output 所以這些 循環是變差的 可是呢 如果血液太多的話 就像出血的時候 反而是上升的 所以這題其實是 不過去年答案也是這樣講 好啦你至少很清楚 A、C、D都是不能選的啦 所以就選B啦 不過的確 所以在講到Half failure的話 就要兩種是不一樣的 Low cardiac output的問題 跟肺泡有肺水腫的時候的問題 就不太一樣 這個大家要稍微把它分一下 好 那運動時候癢的消耗量 這個B啦 運動 它指的是說 肌肉的這個負荷增加而增加 其他的 其他的游泳教 其他的這三個都不是 好 所以這裡 好這裡指的就是說 我們的這從 進入所謂AT 就是無氧的育子的時候呢 會消耗量的多少 這指的是 正常人大概在50%到65%的時候 會進入AT 可是運動員呢 可以到比較高的地方才會進入 那這裡底下我有列出這些 人家一般統計的數據 那實際上我們有分所謂AT的這個thratio的1跟2 這裡這個圖大家可以有空可以看一看 那指的就是說 當你在一開始都完全是有氧的 然後在進入無氧的時候呢 可是這個時候呢 你的身體的系統性的還是可以把它代謝掉 那等到這個過了LT2的時候 Lactate IC的到2的時候代謝不掉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快速的上升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的觀念 這指的是在運動員的訓練的時候 好 那心臟變變做運動壓力測試 叫正常人何者正確 好 身體變化 這個灌流量的比例增加對嘛 因為灌流量下降 然後呢 肺部通氣管減少B是錯的 好 較快達到AT 這個也對 因為他的心臟功能反而就不好 這些耐受力整個都比較差 好 所以答案就選E3選A 那有持續有氧體能的訓練有什麼好處 好 心肌更強壯 心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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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都對 1 2 3都對 飽和度 飽和度其實不會有什麼改變 所以答案就選E3選A 好 到最後一題了 哪一個不會影響呼吸所消耗的能量 好了 這三個都會嘛 因為呼吸的能量就是 速率 鼠力跟Compliance 這個都會 溼度比較不會 OK 好 那其實時間也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 就先跟各位講到這邊 那下個禮拜我們講的就是後面那四個部分 內容 好 我們就先上到這邊 沒了 謝謝 鐵路 鐵路 酷